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中文原来叫三角洲病毒 三角洲就更被人听不懂了 所以你看中文媒体都改成叫Darta病毒 实际它是印度变种病毒 这个东西就像我们说那是中共病毒 武汉病毒说对当地的歧视 那我的话就骑你个大头鬼 你狗怂包 你自心自卑狗怂包那份都在这样的变种身上 都在这样的说法身上 正常人谁知道什么Darta病毒 那东西就在印度变种的 那他为什么非要这么干 他是以人的表面的文化 所谓的文化 什么叫所谓的文化 男女平等 所谓的文化 新西兰的爷们几年前参加男子轻量级举重 把自己咔嚓着 到东京奥运会他要参加女子比赛 奥运会还收了 这就叫男女平等 这就叫男女平等 如果你的姐姐妹妹是这个局中运动员 今天也去东京 你姐妹妹干不干 干不干 怎么听着都觉得别扭 是不是 咔嚓就到我们这来了 美国那个咔嚓的是骑花洋自身车的 然后他说我咔嚓完之后 因为我很恨美国 什么东西这都是 这都叫物种 这不叫人种不同 这叫物种不同 物种不同就是 你不知道它背后是什么东西 但你要知道 当印度变种病毒以这样的方式叫出来之后 巴西南非有变种病毒 他可没改那名 英国有变种病毒 他好像改了 但是呢 他没起来 人们也就没管了 那今天在各地肆虐的是印度变种病毒 当他改了名之后 人们不知道他的来处 人们不知道他来处 给今天的人类社会带来巨大的迷障 人们以为是男女平等了 人们以为是大家共生了 你爹跟另外那爹一样吗 不一样 没有俩爹长的一样 没有俩儿子长的一样 双胞胎有前后出生的 他永远会不会一样 在这么一个完全独立的 人的生命存在的方式背景之下 他非要说不能歧视 对不对 那印度的变种病毒 他出现的状况就是以佛教为基础的 以佛教为基础的国度出现了大规模的 从今年四月份 从今年四月份 如果你一定算呢 实际是在佛祖的出生日的前后 佛祖的出生日的前后 在印度出现了印度变种病毒 当今天人们去讲他叫达尔塔变种病毒的时候 就没有人再有机会在这个方向上探讨 我们节目中是最早探讨的 也很少有这样的人这么去探讨 我们节目中当时说 为什么印度变种病毒影响了东南亚地区 以至于到上面的日本和台湾都感染了 都感染了 所以而这些特别是在日本 他佛教的一直到了禅宗之后呢 他根深蒂固在日本影响很大 所以在今天的日本 接种疫苗的人很少 他拒绝 日本人不喜欢疫苗 印度变种病毒在六月二十号下至这天 他结果出现了 就是在英国跟以色列爆发 英国和以色列爆发 以色列犹太人是这个摩西的年代 人类西方文化的鼻祖 英国是现代工业 现代经济 现代一切文明的鼻祖之地 而标志着现代的这些启发的人物 马克思 恩克斯 达尔文 弗洛伊德 爱因斯坦 全是英国的 他们都是犹太人 犹太人到了十九世纪初 在文艺复兴结束之后 在英国为本地 出现了现代的文明 现在这叫文明的话 现在这不叫文明 如果你把它叫做现代文明的话 它的最大的基点 否定神 以人的肉欲 作为自己原始的动力 来展开人类世途的大发展 人类世途这大了 小了 就是每个人都开始上学了 宏大的时候 在很多地方开始有这种公立学校 当人们都给圈到公立学校 都以这样的方式 为了人们的好处 而上学的时候 学校成为了成为了人类社会的枷锁 和毫无选择的这种途径 所有人都得上学 你不上学就是无知者 你不上学你就没有未来 这是个枷锁 这是个枷锁 这是一个人类的 就像人类的宗教一样 它打破了人种 它打破了地狱 但在学校里面 却对抗着神的存在 现代的一切 所以英国的代表性 跟以色列的代表性 在产生佛祖的地方的变种病毒 直接攻陷了这两个地方 代表着西方文明的衰败 就是这一次打击的本身的衰败 在人类文明中 还有另外一块地方 中国 那是道产生的地方 所以在整个变种病毒 产生在佛家 延伸到西方文明的 犹太人也好 希腊人也好 围成一圈 就胜中国 那怎么可能 中国会独善其身呢 而也就是在中国 是有着共产党的鼻祖 共产党的根脉 那共产党的根脉的本身 是这一次文明 从大洪水之后 我们看到最邪恶的 跟大家分享几篇内容 美国政府公布了 有关UFO的报告 不排除外星科技 警告对国安造成挑战 他报告记述了20年 在英国的军人 美国的军人当中 主要是海军 有140次 140多次 被完全记录下来的一些内容 但几乎所有的内容 没有很确凿的证据 没有任何人看到了外星人 但是呢 他的飞行员 他在海军舰的导航者 有接触到 那顺眼济湿的 不明的物体 在报告中 他排除了 是敌对国家的干扰 他认为 在今天的人类社会中 没有任何一个敌对国 有这个能力 做这东西 同样 排除了什么 气象气球啊 无人飞机啊 都排除了 排除之后 他引述了 主要是美国海军的 美国太平洋第一舰队的 他的军事基地所在地 在过去的一两年里面 他的军舰在圣地亚哥 在他的具体的游异的那个区域当中 大概距海岸 两百海里左右 他的军舰在他出行的时候 经常遇到不明的飞行物 一个比较典型的 他的一艘这个驱逐舰 被 被不明的物体呢 围成一个圈给围起来 所以 他的很多证据是这样的 这样的证据 但是呢 他承认 捕捉不到他们 你知道为什么捕捉不到 人跟不上 人跟不上 他的速度太快 他的变化 不是人的思考 就说 他往这走 一定往这走 不是 他往这走 牛脸就这样 他往这走 牛脸钻里头 看不着了 他的运行的一切 不是人的思想能跟上 不是这些海军的专家们 在学校里学到的 所以才出现是 他没有任何确凿的证据 是因为人笨蛋 可是呢 那东西又确实存在 确实存在 纽约 华盛顿邮报 为此发表社论 就是针对 美国政府 这第一次 拿出相关的内容 他不是否认的 他是肯定的 纽约邮报的社论 华盛顿邮报的社论就是 这是人类历史当中 在认识生命 自己与未来 就是人类与未来 是一个历史性的辉煌 你看不见 看不见那个外星人 他的身体 对不对 他美国人追踪了二十多年 看不到任何一个外星人 为什么 他不细的理你 他不细的理你 但是呢 他知道 他不细的理你 原因是 你的认识 太垃圾 但是他又不离开 他真是你这块肉 他也真信你这块肉 这块肉 是神造 外星人跟神没得比 所以他要神造的这个人体 他以他存在的方式 在寻求着自己的生路 而只有人在愚蠢的玩弄着自己 在自己的欲望中 那好 这期节目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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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